几名德军河边巡逻 无意中却发现了几个女人正在河里洗澡 此时河里洗澡的女人还浑然不知 饥渴难难的德军已经按捺不住骚动的心情 于是拿起了女人们脱下的衣服 她们就像一群呆载的羔羊 等着被德国士兵戏耍 束手就裙的女战士难道真的为了活命 走上岸向德军投怀送爆吗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197年上映的南斯拉夫二战电影《愤怒的玫瑰》 1942年,南斯拉夫是最为困难的一年 南斯拉夫游击队面对数倍余击的敌人 他们边打边退 一直向大善深处不停地撤队 条件虽然艰苦,但只要坚持下去 德军终究会被赶出口土 游击队某二旅一部 已经被德军重重包围 游击队长莫尔纳尔喊来忽视伊雷纳 让他带领上院先行撤离并嘱托他 这其中有一名西班牙的国际主义战士 无论生死都不能让他落入德军之手 任务下达之后 一个由19名年轻女子组成的小分队 在一名游击队长的带领下 护送伤员前往安全区 德军通过安插在游击队当中的内奸 得知了有这么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存在 德军的目标很显然 就是追捕女子组成的游击医疗队 活着那名西班牙人 女子医疗队翻山越岭艰难的行军 然而他们一路上 却又内奸不断的为德军留下信息 德军通过内奸留下的情报 一路追踪他们 一直脆弱的女子游击队员 将要面临更加危险的局面 一路上不断的有上院离他们而去 上院只是为了不脱离大家 选择了自杀 这让女战士们悲痛万分 得知情报的德军指挥官 很快调柄追捕 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一座小桥上 尽可能的围捕游击队员 一名受伤的上院山基 一路上总是在发牢骚 甚至还要当逃兵 好心的爱丽丝找他谈话 鼓励他继续赶路 不料山基非但不听 还调戏爱丽丝 但女战士们各个手狠 不是用枪抵着他 就是向他脸上打两个耳光 山基面对他们 知道再继续闹下去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一行人经过吊桥时 德军侦察机呼啸而来 受到惊吓的上员 不小心从桥上掉落下来 庆幸不是德军的战机 而是一架撒船团的侦察机 然而山基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想窜途战友一块逃跑 一名叫水手的战士 递给女战士米莎一块牛奶饼干 并向他说起自己的过往 原本以为加入游击队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会变得好起来 但是自己错了 现在变得更糟糕 整天被德军追捕 不知道什么时候射个头 此时队友中除了山基 其他人没有什么异常 休息过后 小队继续行军 他们遇到了一位牧羊人 此时的游击队 已经三天没有吃过有营养的东西 上员更是急需补充 或许从他这里 可以得到一些羊奶 但老人却不帮助他们 因为他答应德国人 不再帮助游击队 如果真的帮助了游击队 他的家人就会遭殃 话刚说完 德军战机飞来 牧羊人的羊群顿时遭了羊 伊雷娜知道德军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 于是让队伍加快行军速度 在一个公路爬 德军发现了游击队 很快双方开始了战斗 解决掉德军之后 他们继续行军 但一条没有桥的大河 拦住他们的去路 眼前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强度河流 一路行军的老人最终也撑不住 永远的离开了部队 另一边的德军 正在悠哉的吃着丰富的食物 指挥官告诉部下 不用着急追捕 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游击队终于依靠城所 艰难的渡过了河流 但新的棘手问题又出现 地图莫名其妙的少了一格脚 队长伊丽娜 只能改变原来要走的线路 夜晚休息的时候 米莎被叫起来站岗放哨 此时的水手也跟了上来 两人有说有笑的 聊得热火朝天 最终他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米莎和伊丽娜是姐妹 第二天 当伊丽娜得知妹妹开小差的时候 怒指她不应该在夜里放哨 去和队友轻轻握握 但这一切都被水手一人拦在自己身上 不是米莎的错 之后伊丽娜也不再说什么 维卡一直无畏不至地 照顾那名西班牙商员 就在队伍出发的时候 她的背包望在了地上 卡莎好意捡了起来 但维卡看似非常紧张 这一幕让卡莎对她产生了怀疑 于是她将刚才的事告诉了队长 但由于缺乏真实的证据 不能断定维卡就是奸细 此时他们来到一处湖泊 伊丽娜本要继续北上 但妹妹却说商员需要休息 正好这处湖泊可以给商员清洗绷带 女战士们干完活之后 纷纷跳入水中 清洗多日来身上的污垢 正在他们在湖里畅游的时候 身后的德军先头部队已经发现了他们 这就是开头发生的一幕 女战士牺牲上岸吸引德军的注意 早就发现德军的水手从背后向德军开枪 听到枪声的其他队员也纷纷赶到 几乎全见了那些德国士兵 很快后面的德军听到叫火声 按照计划决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山姬准备拿着投降宣传单投降的时候 他却看到旁边被德军屠杀的百姓 瞬间改变了主意 另一边 队伍开进一处村庄 需要村民的帮助 但围守的老人拒绝了他们 村民不想受到连累 如果帮助了游击队 他们的防务会被摧毁 性命也会不保 就在这时 山姬将看到德军的消息传了过来 顿时大家急忙散开 准备在路口射下埋伏 阻止德军的进攻 战斗中 山姬被德军击毙 面对如此多的德军 女战士们辗转多个地方与德军展开激战 一名女战士被德军捉住 由于她的抵抗被德军打死 但这个德军士兵最后也被抓了俘虏 夜晚正要对这名俘虏审讯的时候 不料这个德国士兵已经被人谋杀 这下表明队伍中确实有间隙存在 队长伊雷娜决定将间隙揪出来 第二天队伍继续出发 当维卡外出取水回来时 伊雷娜将西班牙人死亡的消息告诉了她 为了迷惑德军 他们将继续抬着尸体前进 出发前 伊雷娜看到内战留下的暗号 但她并没有声张 身后的德军离他们越来越近 此时德军已经可以看到游击队行军的身影 一名女战士举着白旗准备向德军投降 副队长举起枪 却被伊雷娜拦了下来 当那名女战士靠近德军时 结果 德军军官得知那名西班牙人已经死了的时候 愤怒的指挥官决定将游击队见面 因为他们已经没了利用价值 乱世之间 游击队员藏在其中 此时的德军也发起了进攻 一场激烈的战斗再次上演 战斗中 水手不幸被击中 爱人已死 米莎愤怒地向敌人疯狂扫射 小姑娘知道前方有一个洞穴 可以穿行另一边 于是在队友的掩护下 伤员首先进入洞穴 洞口很快安放了炸药 副队长当面检查维卡安放的炸药 结果却被副队长当场揭穿 负责掩护的伊雷娜受了伤 庆幸的是他们大多数人进入了洞穴 随后引爆炸药封住了洞口 被逮捕的维卡终于再次露出破绽 他说他的母亲是一个穆斯林人 每天都要去清真寺 但副队长告诉他 真正的穆斯林只有在摘月的时候才去 并且那名西班牙人也没有死 只是为了迷惑德军 自制被揭穿的维卡想要掏出手枪 结果却被副队长处决 跳出暴雨圈的游击队终于安全了 但伊雷娜也死在了抗的战场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